艾德的迷你和雨琪作为特邀嘉宾 出现在Super Junior的YouTube脱口秀节目中 在节目中两人坦诚地谈论了雪月琪的问题 并分享了他们对Cube的期望 当银河询问后于还有几年结束时 雨琪回答到还有一年 因此他们意识到是时候开始慢慢谈论雪月的问题了 并询问了前辈关于雪月的建议 例如分成比例等 直接大胆的提问让前辈也大笑起来 不过银河表示 在过去的七年里你们都认真的工作 如果要进入下一个阶段 一些更详细的条款当然是需要谈论的 因为公司也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 随后雨琪提到他们经常开玩笑的收公司 曾因为玩合余梗而导致公司股价暴跌 所以公司代表恳请他们 如果不是真心要走就别再说这种话了 但雨琪表示实际上Cube对我们非常好 甚至让我们怀疑是否能从其他公司获得同样的待遇 迷你也表示了同意 并第一次向Cube表达了艾德的爱 对此网友纷纷留言道 看来是要续约了吧 公司对艾德很好就安心了 希望他们能永远在一起 爱都还不舍 每日解说这些韩语 欢迎你赞和订阅哦